但是在这种状态,要证明我们的首席, 预算是负责的。 每个人都必须负责,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负责。 2019年财政预算案,您准备好牺牲了吗? 相信很多人抱持着既期待又害怕的心理, 究竟这个新政府会担出什么样的牛肉惠名和振兴经济呢? 同时又担心害怕会成为被政府牺牲的剑靶。 摆个这一次就罗列出预算案的三大你不可以错过的看点。 财政部长林冠一11月18号在国会说过, 究竟会不会征收薪税? 11月2号预算当天才会公布。 不过房间早已罗列出各种各样的薪税, 像是富人税、遗产税、资产盈利税、 电子商务税、汽水税、碳排放税、电招车营业税等等。 可是不管是哪一个名堂, 必定会涉中某一个特定的群体。 到时候就要看新政府能不能顺利透过征税, 达到原先的想要开源的目标, 或者是惹得一身影,让民怨四起。 而这期间呢, 其实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向政府发声, 希望能被听进去。 包括说建议政府可以从国家石油公司, 取得更高收入的石油收入, 或者是从政府关联公司, 比如说国家银行、国库红股等, 取得更高的股息。 也有的是建议应该更务实地去填补现有的税务结构下的漏洞。 比如说, 政府必须架构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, 像新兴电子商务, 包括电子微商征税, 来收回这方面的漏税。 新政府如今是背负着前潮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, 加上废除GST、USC取代之后, 国库收入大大的减半。 除了要全民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之外, 一时半载也不会废除收费站。 在看似不会有任何好消息的情况之下, 财政部还是透露了, 2019年预算案的目标是要压低赤字, 维持经济的成长, 也着重在生活费、劳力结构, 还有薪资等等, 比如说低收入群和中等收入群的收入成长。 在这些前提之下, 新政府会否就要装新品, 沿袭着前潮的做法, 比如说持续的发放援助金, 调整纳税人的零用钱, 以及用豁免印花税和降低房贷资格来刺激房市等等。 或者是说新政府口袋里头, 还要拿出更多的真本事。 好比说通讯部之前就做到了大幅降低宽品的收费, 为全民带莫大的惊喜。 在过去, 前首相间财长纳吉会利用提成预算案的最后阶段, 公布一码援助金加码的好消息, 而在网络上就瞬间引起沸腾为自己捞取政绩。 而现在这个舞台不变, 只是登场人物, 是我国相隔44年之后, 再次迎来的华裔财长林冠英, 也是纳吉最常在个人脸书上抨击的对象。 而人们都在看了林冠英面对着国债危机的时候会如何扭转乾坤, 当政府努力压低财政赤字和国债的时候, 如何为我国的经济注入新的崛起力量, 营造出更友善的投资环境和情商政策, 以及让麻痹维稳。 11月2号预算当天, 林冠英是否会迎来更多的掌声呢? 到时候请记得留守百个当天的特备节目和新州的滚动报道, 我们陪你一起解读2019年预算案攻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